我已经在世界上证明了 我是总统的 我可以做的 来吧 川普始终都否认行为违法 但这份遭到大量删解的文件 代表川普正面临严重的刑事调查 FBI干员在这份法律文件中提到 相信这次搜索 可查获川普非法持有的物品 以及妨碍调查的犯罪证据 FBI就是一次文件 向法院申请搜索令状 并于8月8日进入川普住宅 抄走大量文件物品 时候曝光的消息指称 其中包括被列为 美国最高机密的文件 我们认为我们不合适 在这方面 这是一个隐蔽的研究 在法律文件上的 这是一个隐蔽的研究 对法律文件上的隐蔽的研究 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在法律文件上的隐蔽的研究 白宫方面一直试图 与司法部的调查尽量保持距离 而川普则不断统批 调查行动是在列污 关于他在2021年1月 卸任离开白宫 带走一些 应该归档为历史文物的资料 他则强调 自己完全右圈在海湖庄园 存放这些文件 还声称 他带回住家的文件 即自动视为已经解密 不过在FBI搜查文件公开后 拜登总统罕见发表 陆谷批评 海湖庄园遭到搜查理由在于 川普任内常态性将文件带回住所 卸任后仍留下大量文件 在海湖庄园内 拜登虽表示 总统有些时候 却是可以将机密文件 带回家 但这必须看文件的内容 以及其机密性的程度而定 拜登公开嘲讽川普的自动解密说 或许是收到前一天 突然遭到民众 抢下的刺激 美国期中选举迈入倒数 拜登25日欠负华府尽交马里兰 居先收场造势大会 希望到台民主党选情 拜登把炮火瞄准共和党洗票及川普 还痛批川普领导的共和党 搞办法祭祀主义 可是其分高昂的造势大会 早支持川普选举谎言说法的川粉闹场 满场的民主党群众虽把男子大胜许出场 但显然已经破坏了整场气氛 归中心 纵维电报道